小孩子害怕昆虫的时候 父母叫它们别怕 那是没用的 其实就是让它越亲近的去接触它 靠近它 那么就对这样的昆虫有多一点了解 没有那么害怕了 马鹿又叫千竹虫 千脚虫 百竹虫 就因为它的脚那么的多 其实对吧 不知道 现在这两只背负在一起 一起行动 我看夹起来就两百只脚了吧 这么的亲爱 这么的亲密 就是马鹿 黑黄相间 是它们的特色 它们睡在一起 总是形成螺旋状 非常的亲密 要养育马鹿也非常容易 多堆肥 加一些绿植物 腐烂的植物 形成了腐败之后 就是它们的食物 有了这样的食物 它们就会大量的繁殖 可能一次就生三百只吧 小马鹿都是非常的可爱 你仔细看它们 它们的行动 其实非常的快速 脚虽然多 一点也不慢 走起路来 各种姿态 像是在跳舞一般 很是吸引人 让我们来看 一只马鹿 是怎么行动的吧 轻轻地 把它们翻开 那你看它行走的方式 真的是很快速哦 你要跟得上它 要不然 它就在镜头里边消失了 近距离地看它 非常可爱 是不是啊